哈喽 你们好 又到了盲盒开箱的时间咯 我们今天刚好经过了POPPOMATER贩卖机 看到了里面还有好几盒的13周年聚光灯下 当时就跟AD先生决定 不然我们这次的主题就来挑战 把贩卖机里面的13周年都买出来 一一的开箱来给大家看 哦 小野 小野 开到了小野 例外 这个版本 下一个会是谁呢 啊对 忘记告诉大家我们会先看卡片 因为我们已经买过一次了 不重复 这是茉莉 茉莉 大都会款 金色的 我觉得这13周年的卡片做的还蛮精致 而且它好光滑 这个也是昨天没拿到的 登场 最后一支咯 会是谁呢 进4 1 2 3 嗯 昨天有拿到吗 没有 没有 好 那我觉得我们手机还不错 因为我们买的都是没有重复 总共有这四个 这是我们临时起义就是购买的这四盒 分别开到这四支 然后艾迪先生说 嗯 因为看到架上还有很多 所以呢 他又来这边选了两盒 然后现在这边被我们买到现四盒的状量 然后我们继续来开箱我们的第五盒 究竟会是谁呢 哦 重复了 收起来 嗯 直接收起来了 这拿布布我们昨天就开到了 第六盒 一 二 三 哇 哭女士来了 对 这支跟小野价格都还不错 当然是隐藏版是更高的 各位 刚刚艾迪先生又去买了两支 然后重点是我昨天已经买了四支了 一 二 三 嗯 真的不意外啊 我们的上一支影片就是这一支 这影片我拍的啊 最后一盒了哦 又有配件 来 卡片我来抽 卡片我来抽 嗯 它怎么有沙发 有啊 有沙发 我知道 看到沙发就是它啦 诶 完全没有重复耶 有啊 有重复啊 刚刚里面一支就是重复的啊 嗯 五后 艾迪先生打算包场全买一下 因为那边架上只剩下 我们来看一下 剩下最后两支决定把它带走 我们把架上的全部买下来了 一样开箱吧 我现在真的指 艾迪先生说这一盒特别的重 到底会是谁呢 一 二 三 嗯 重复了 旋律声势 真的很重 上一部影片就是它 目前重复两支了 老布布跟那个 最后一支咯 最后一支咯 一 二 三 这支影片就是挑战把 泡泡马特那个 机器商城的里面的13周年全部买光 现场就只有这些核数 所以我们就全买了 然后重复了有两款 很可惜 没有开箱到隐藏款 因为艾迪先生一直觉得 嗯 全包了 说明全包就有 可是其实就是没那么 lucky 这次的开箱影片就到这里咯 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那下一支影片再见咯 拜拜